創業九宮格 我們接著創業九宮格 我是其中的一位老師 還有陳叔A秘書 但是因為陳老師他有課 所以交由我來報告 但是我想我可以把時間留給其他團隊 簡單說來創業大家都覺得說創業漫無頭緒 我們這個課程是用了創業九宮格 把創業需要考量的不同的要素都能考慮到的話 就能夠避免摸手的時候的這些錯誤 所以我們大概會有六週不同的課程 從產品定位 你怎麼去找學目標課群 還有你每一個企業最核心 最重要的價值主張是什麼 以及你的行銷通路 跟顧客關係 營收模式 關鍵資源 關鍵活動 關鍵合作夥伴 你的成本結構 然後最後再教你寫創業的營運計劃書 所以經過這樣的話 學生不一定馬上能創業 但是他至少知道不考慮這些因素一定會失敗 創業教育沒有要讓學生在高中大學就馬上創業成功 我們覺得創業教育第一件事情就是避免不必要的失敗 避免什麼都不知道 就花了很多時間失敗 所以可以讓他們在未來了解每一個企業的時候都有更重要更精細的這些基本了解 基本上我們採用的是商學院裡面大家最習慣用的創業教育科 也就是說你每一個企業要營運成功 他要考慮的就是你的成本結構跟收益 收益減成本就是你的獲利 你的獲利 然後你還要看你的投入成本效益的比率 可是你一個企業要成功 一定有你最重要核心的價值主張 不會因為你成本壓得很低人家就買單 你的價值主張是什麼 然後你的目標客群是什麼人 所以你不可能迎合所有的這些客戶 迎合所有客戶一定失敗 所以你要鎖定清楚的鎖定你的目標客群 所以鎖定你的目標客群 於是你就要知道你要達到這目標客群 你要通過什麼樣的通路 怎麼樣建立顧客的關係 而要達成這些你的關鍵活動是什麼 你有哪些關鍵的合作夥伴 然後你有什麼關鍵的資源 然後所以再進一步的分析 如果你一個企業沒有辦法照顧到這九個不同的層面的話 大部分都可能會出問題 所以你雖然專精某一個領域 可是你一定要照顧到其他層面 你如果技術層面很厲害 你可以壓低成本 但是你怎麼去創造營收 所以很多的企業在發展的過程裡面 他知道他欠缺哪一個環節 他就要去找某一個環節的人來協助他 也就是說創業教育其實要學生從不同領域 找到自己的限制去找到可以幫你補這個漏洞的朋友 一起做團隊合作 所以剛好我們這個創客社區其實就是在做創業教育 我們其實也歡迎高中端的同學常常來這邊 因為我們行政院還有我們自己會在這裡辦很多活動 未來我們也可以announce出去很多的活動 如果高中同學有興趣的話也歡迎來這邊 就來玩一天或者來玩半天 所以其實只要有構想有企圖心的 都可以模擬做一個虛擬的企業 然後對於企業經營者當然也需要再做這些不同的考量 所以我們影片這六週也都各自有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這些影片 每一個單元都有至少三部不同的短片 然後也有一些問題可以帶動學生怎麼樣來針對創業 來做不同的構想 最後會有一個營運計劃書 教導學生如果要寫一個營運計劃書 你需要考量到哪些不同的面向 同學不一定真的要創業 但是營運計劃書本身對於同學為了要申請任何的案子 都有一些學習的效果 我們也鼓勵同學能夠在這邊能夠進一步的學習 那這個是不同的影片 每一個影片有不同的時段 然後有不同的這些成果 然後這個我們當時開設的時候 我們也有MP社群跟學生來互動 因為學員不一定是馮甲的學生 可能來自全國各個不同的地區 所以很多不同的課程都需要有一些討論區來做交流 然後做不同的這些安排 甚至製作Vox裡面影片相關的這些剪輯 最後完成這些影片 然後當不同的單元裡面會有不同的影片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大概有這麼多不同的這些影片 影片都不是很長 但是每一個單元看完了以後都可以來做分段教學 來做討論 然後以便完成 所以我們也會舉一些實際的案例 比如說UNIS的相存銀行 是一個全世界最成功的社會企業 那它的營運模式是什麼 不是因為它成功而已 它一定要有營運的模式才能夠有效的成功 所以它的價值主張是什麼 它的目標客群是哪些 然後它辦了什麼活動 所以我們就經過了這樣的一個分析 以後大家去看企業的時候 你就可以分析它創業九宮格裡面每一個環節 知道它成功的要素 還有一個企業失敗 到底在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其他八個都OK 只有一個環節出問題就倒閉 所以我們希望學生能夠均衡的了解 比如說85度C它的整個營運模式是什麼 就是基本上這些 所以我們的課程執行 當不詳談的是有一些相關的操作方式 可以做進一步的拓展 大概說來我們也有一些實際案例 一些產業的訪談 所以裡面也都在影片裡面 那我的部分我就簡單說到這裡 因為顏主任跟陳老師和我共同開這個課程 所以如果有問題的話 不一定是我其他兩位老師 我們還可以再做進一步交流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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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